在农村有这么一种虫子 它们被称为钱串子 根据农村老人的说法 这种虫子会从耳朵里钻进人们的脑袋 然后在里面吃脑子 可即便是这样 遇到这种虫子后还是不能打死 这钱串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又为什么不能打死呢 很多在农村生活过的小伙伴 或许都见过许多虫子 例如天牛 西瓜虫等等 许多人都会抓这些虫子来玩 但是有那么一类虫子 一直都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芥蒂 那就是长着很多条腿的虫子 例如蜈蚣 蜈蚣是因为有毒而让人害怕 而另一种同样长了很多条腿的虫子 则是因为让人看了发毛的长相 以及长辈的传说 而让人害怕 它就是油盐 油盐有着足足15对腿 而且还很长 奇葩的外形让人看了就害怕 油盐一般会出现在农村 有时候城市里也会发现 油盐的体型其实并不大 但是两侧长满了腿和蜈蚣式的 但是却比蜈蚣还要让人害怕 而且在农村 许多老人都传说这种东西 会在晚上的时候 从人们的耳朵钻进去 一直跑到脑袋里面 然后就在脑袋里安家了 之后被钻进去的那个人就会变傻 这样的情景 想一想就让人害怕 可是这种对于人类有如此危害的虫子 为什么老人们还说不能杀死呢 浑身长满腿 而且还会钻进人们耳朵的前串子 为什么不能打死呢 既然油盐对于人类有危害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打死呢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古代人认为打死油盐 是一种不吉利的象征 因为人们把油盐称之为前串子 当家里有了油盐 也就意味着来了财了 如果打死了它 那就代表你自己把财运截断了 所以老一辈的人经常说 不能把油盐打死 不吉利 而从科学一点的角度来看 杀死油盐也不是什么好事 首先雌性油盐的身上 有一种特殊的气味 这种气味可以将雄性油盐吸引过来 若是在家里打死一只雌性油盐 气味就会留在这里 雄性油盐会认为这里雌性性油盐 最终导致了更多油盐的到来 到那时候 家里才是真正的不得安宁 另外油盐还有一种特殊的防御手段 它们可以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抛弃后逃之夭夭 如果用手将其胎死 不仅可能会丢下几条腿 或者几节身体 然后剩下的身体赶快逃走 手上也会因为沾染了油盐的分泌物资 而引起皮肤过敏 以及溃烂等疾病 最后就是油盐是有毒的 油盐是能够和毒蛇那样分泌毒液的 虽然它们的毒液毒性并不大 对于人类来说完全不是事 但是依旧可以引起人们的局部臊痒 以及疼痛 让人十分困扰 综合以上原因 油盐确实是一种不适合直接打死的虫子 但是就没有办法了吗 浑身上下全是腿 还会钻进耳朵里的前串子 老人却不让打死 扔出去又会被说把财运扔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对付这种小虫子了吗 办法当然是有的 首先如果你的家里出现了油盐 那就代表你家该搞一搞卫生了 虽然油盐看起来很可怕 但它们其实是一虫 会帮助你清理家里的其他虫子 当然如果你实在害怕 可以尝试其他办法来驱赶油盐 首先就是要注意卫生 油盐是一种洗暗的虫子 它们经常在床底 花盆 纸箱等下面活动 一个脏乱不堪的家 暗部死角其实是非常多的 这就非常适合油盐安家 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打扫卫生 尽量不要在家里堆放杂物 如果家里有盆栽 记得每天都要清理一下 因为土壤也是油盐喜欢的地方 它们可以在这里寻找食物和养分 所以我们需要经常清理盆栽的表面 尽可能不要堆积太多落叶 另外要及时处理食物的残渣 这些残渣也是吸引油盐的原因之一 对于人类来说这些是垃圾 但是对于油盐 这就是最佳的美食 对于它们的吸引力可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要及时清理厨房 以及餐厅的食物残渣不给油盐留一丝余地 不过也会有人询问 在这期间万一油盐进了耳朵怎么办 油盐是一种喜欢黑暗潮湿环境的虫子 人类的耳朵对于它们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容身之处 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担心 它们会从耳朵钻进脑袋 且不说这当中还隔着许多器官 它们根本没办法进入脑袋 如果油盐真的不小心进入你的耳朵 那么一滴香油就可以让它乖乖出来了 广东一村子竟然出现了一条大蟒蛇 身体又长又粗壮 竟然在大白天就出来抓孩子 当众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个老汉走了出来 事情发生在广东一个农村 这个村子位于一个自然保护区的附近 每年来参观的游客不少 但是对于村子里的村民来说 可就没那么美好了 因为最近老有蛇从自然保护区里面跑出来 影响村民的生活 村民们表示那些蛇有大有小 甚至还有大蟒蛇 最近村子里就疑似有一条大蟒蛇跑进来了 那天早上老李早早起床 发现自家院子里养的鸡好像少了几只 现场也没有发现血迹什么的 老李有些奇怪 可是几天后 村子里许多人都说自己家丢了家畜 但是都没有找到线索 面对凭空消失的家畜 村民们都是一头雾水 一直到那天晚上 真凶第一次露面 一天晚上住在村里的老杨家里的狗突然开始狂吠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老杨也被自家狗的叫声吵醒 他从窗户朝外看去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于是便没有理会 又沉沉的睡去了 可是老杨的狗一直叫 他也有点不耐烦了 于是穿上衣服准备出去看看 如果是这傻狗随便乱叫的 那一定少不了他一顿揍 可等到老杨走出门看到面前的东西后 他傻眼了 大蟒蛇竟然大白天进村子偷小孩 众人将其团团围住 却不知该如何是好 出现在老杨面前的 竟然是一条大蟒蛇 这条大蟒蛇身体粗壮 一口的大牙看着就很吓人 老杨被吓了一跳 随即他抱起自家狗就往房间跑 然后冲进厨房 将菜刀拿出来 以备不时之需 不过好在那条蟒蛇没有追过来 老杨也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 老杨将自己的所见告诉了众人 大家听后都表示不信 虽然村子里一直都有蛇的出现 但是大蟒蛇这种东西 大家都没见过 怎么可能相信呢 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老杨的话 可几天后 这些人就后悔了 那天中午 李大娘家刚刚吃过午饭 正在午休 此时大家都在熟睡 门口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 李大娘家并没有养狗 所以大蟒蛇进来之后 大家还在沉睡当中 并没发觉 那条大蟒蛇进门之后 直奔李大娘的孙子而去 似乎他也很明白 柿子要挑软的捏这个道理 于是他咬住小孩的身体 随后便静悄悄的离去了 十分恰巧的是 此时李大娘也刚好醒来 他看到这条蟒蛇 正叼着自己的孙子 朝外面跑去 他一声尖叫 将家里其他人都吵醒了 此时大家都看到了 那条大蟒蛇 察觉不对劲的大蟒蛇 立马往外跑 但是众人岂能如他愿 大家立刻追了上去 并且满村子吆喝着 快来抓蛇 蛇吃娃娃了 村民们听到这话赶紧跑出来 很快大家就把蟒蛇的去路 堵了个水泄不通 但是看着面前的蟒蛇 大家发出了一个疑问 该怎么抓这玩意呢 广东村庄出现大蟒蛇 大白天赶入室行凶 众人将蟒蛇围了个团团转 却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玩意 此时一个老汉 竟徒手将其捕获 全村人把大蟒蛇围了个水泄不通 但是大家也都是普通人 面对如此粗壮的大蟒蛇 多少还是有点发怵 谁都不敢低个上 但是此时报警似乎也有些晚了 孩子还在蟒蛇嘴里呢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个老汉走了出来 说了一声让我来 大家看着这老汉 身体十分精瘦 心中不由的疑惑 他可以吗 老人将自己的背心拖下来 然后缠绕到手上 随后直接走向蟒蛇 他将自己被缠绕的手 放在蟒蛇的嘴巴里 用力将其翘起来 随后将小孩救出来 此时蟒蛇突然没有了咬的东西 直接咬到了老人的胳膊 正当众人为其感到担心的时候 老人却用那只被咬的胳膊 将大蟒蛇抬起来 此时有人才想起来 应该报警 很快警察就来了 他们赶忙将老人手上的蟒蛇 赞扬了老人见义勇为的行为 同时又好奇地询问老人 是如何练就的这一手捕蛇绝技 原来老人不是本地人 而是附近县城的 他从小就和自己的父亲学习抓蛇 后来国家对这一行业进行了打击 老人也不再抓蛇 如今看到这蟒蛇在害人 自己又忍不住出手了 之后警方将那条大蟒蛇 又放归了山林 但是这一次他们放得很远 至少可以保证几年内 他不会再来 然后他们又告诉村民 如果在家发现蛇 尤其是对人有剧烈威胁的蛇 一定要报警 广东一男子 在河中救下一只怪鸟 头上长着蛇脑袋 身后还有鱼的尾巴 那眼睛也是通红色的 竟和传说中的黑凤凰极为相似 不过专家们却不这么认为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天广东一男子下了班后 在河边溜达 突然他看到不远处 河边似乎有什么东西 他最开始以为是垃圾什么的 便准备过去将其捡出来 可是当男子靠近之后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什么垃圾 而是一个活物 看起来似乎是一只鸟 此时那只鸟正在河里扑腾 男子害怕他死在河里 连忙准备将其救上来 可是男子的水性并不好 扭头一看 周围也没有其他人 就在他着急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根很长的木棍 他拿着这个木棍 慢慢地把那只鸟扒过来 幸运的是那只鸟很轻 男子没有费多大力气 就将其救上来了 随后男子仔细看了看这只鸟 发现它浑身黑泳泳的 而且身体也都湿透了 看不出来是什么鸟 不过男子却发现这只鸟的脑袋 和舌很像 而且眼睛还是红色的 男子也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奇怪的那鸟 便多看了两眼 谁知那只鸟突然醒来 还不停地扑腾着翅膀 这家伙的动静着实不小 男子也被吓了一跳 此时这里的动静 也吸引来了不少路人 大家看到这只鸟 都议论纷纷 都在讨论这是什么鸟 此时一个声音突然传来 这是传说中的黑凤凰 男子在河中就下一只怪鸟 长着蛇一样的脑袋 浑身有黑 而且眼睛还是红色的 正当男子研究 这是什么鸟的时候 周围却有人说 这是传说中的黑凤凰 话音刚落 一个老人站了出来 他指着这只怪鸟 不停地说 这就是黑凤凰 以前在书上看过 黑凤凰身体有黑 而且长着一颗舌头 和这只鸟非常像 老人的话 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众人仔细看了看这只鸟 嘿 你别说 还真有那位了 凤凰在中国神话中 一般都代表着吉祥 遇到凤凰的人 不仅能交好运 说不定还能飞黄腾达 这可把男子高兴坏了 连忙给这只凤凰 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将其发到了网络 让大家也看看这只凤凰 视频上传之后 很快便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网友们也是众说分坛 此时有人说 在自己老家 也有人见过黑凤凰 就长这个样子 这样的留言 也让男子更加自信 那就是一只黑凤凰了 男子认为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就算没有好运 也肯定不会是厄运 于是当天男子 便出去买彩票了 最后中媒众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黑凤凰的事情 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关注 他们就是相关专业的专家们 对于黑凤凰的说法 一位专家表示不信 男子在河中捡到一只怪鸟 有人说这是黑凤凰 专家却表示我不信 专家听闻此事之后 立马出发赶往现场 但是因为事情 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那只鸟恐怕早就飞走了 之后专家已发现 那只鸟的地方作为原点 在周围区域不停地寻找 这附近的树木和灌木桶很多 想要找到那么小的一只鸟 并不简单 为了增加效率 多名专家一起寻找 结果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那只鸟的影子 大伙在那片区域转悠了好几天 也没有发现凤凰的影子 没办法 既然看不到实物 就只能对照片和视频研究研究了 不过可惜的是 男子拍摄的视频并不全面 甚至还有点模糊 可以看出当时男子非常激动 不过这也导致了仅仅是看视频 根本无法得出结论 视频中的鸟浑身湿漉漉的 倒是骨架清晰可见 羽毛的颜色以及长度 都是没有办法推测出来的 在这么多天的寻找中 让专家有些怀疑人生 他们开始思索 会不会这黑凤凰 其实是一种特别的鸟类 于是大家开始 根据特征来寻找对应的鸟类 最终还真给他们找到了 在经过仔细排查之后 专家们认为 这黑凤凰其实是夜鹰 夜鹰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鸟类 它们在国内的数量并不多 而且从名字也可以看出来 夜鹰是在夜间行动的猛禽 所以人们见的就更少了 而且在国内夜鹰 还是二级保护动物 老底座穿兽 这只夜鹰恐怕是晚上捕食的时候 不慎落水 然后被男子就吓得 得知了结果后 男子也有些沮丧 之后专家又对他进行了告诫 虽然拯救野生动物的行为 值得表扬 但是夜鹰是一种相当危险的鸟类 野外遇到最好不要随意接触 是 你一对 你为